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耶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全新的地獄集邪惡的野心喔 那有觀眾朋友問到石風王能不能過 這邊就來幫大家稍微示範一下 那第一隻帶的是超獸魔神 這個是用來解王一的三十級盾 第二隻這個是靜音靈啊 主要用來處理消光減少減傷那一個 敵人這樣子而已喔 所以你要換任意可以製造光珠出來的角色都可以 學位來是常駐增傷 你要換其他常駐增傷也都行 那鍍門的話同樣原理 有一關是消木減少減傷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帶上這一隻 來做一個處理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如果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先開石風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開個血位來 好 那這邊我們只要大力轉 手消全部的水珠就可以了喔 好 然後不要消到火 OK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我們先開石風的技衣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大力轉一回合喔 好 這樣 OK 你只要至少有消到10顆就好了喔 因為10顆就至少3到4C跑不掉吧 那現在下馬西又每回合幫你加10 這整關對面只有13康而已 所以應該是可以輕鬆達成才對 好 那第二回合我們就直接大力轉 好 OK 來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補一個石風的技衣 無視燃燒 好 我們就大力轉就好了 OK 好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如果有石風技衣可以開 啊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靜音0喔 好 那這邊我們就去把光珠稍微切開來 然後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 好 灼熱全吃不過20萬而已 但是我們這邊血量是來到30萬 所以不用怕喔 好 接著來到第四 好 第四我們就去手消全部的光珠 然後不要消到暗就可以了 好 OK 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可以補一個石風的技術 好 那接著我們開超獸的技衣喔 好 來 接著我們開山羊 好 至少就消到一組木喔 如果沒帶走 你再多花一回合去處理就好 應該不太可能沒帶走喔 這邊我稍微消一下 好 這樣 好 對面減傷百分之 欸 百分之零了 好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我們就開超獸的技術 打30下 好 那之後我們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的話呢 消到10顆機械竹符石 就可以直接無視掉那個十字盾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大力轉 然後轉完直接去把龍科打開就可以了 好 好 那龍科的話呢 就是全力去轉分數 好啦 那以上這邊就是石蜂王過這個地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